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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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杭州小红包是浙江省杭州市的一种特色的吃出于这台市 该菜品 起源于北宗时期的开封灌汤包 于南宗时期 北宗时南宗来的杭州 在江南宗时期的开封灌汤包 好吃 很好吃 灌汤包 嗯 好吃灌汤包 好吃 鱼薄 好多 肉香 下一个红柄家人 红柄家人呢 就应该刚刚那个面搭配在一起吃 是 有点咸 是有一股茶味 清香的味道 嗯 嗯 我要容忍介绍一下 酥包会 这个 传统名点 属于这台市 酥包会呢 和南宗的 秦桧 有关 一口灯下 它里面是葱和牛角 有点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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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害我吃这种猫的 这个才那一样 嗯 下一个 这个是素沙鹅 素沙鹅是一个淮阳太子的美食 然后是用豆皮做的素鲁凉菜鹅 嗯 超好吃 前两个在干什么 你不小心吃多 还有 光膏 哦 光膏 我好像不太行 你生气点给我吧 好 光膏都是糯米做的外皮 应该是 一定有不同的项料 是好吃的 嗯 但是就是 它很 很管饱 一定可以吃 这太实了吧 那 我们来一个更实的 这肯定是 冬瓜肉 嗯 冬瓜肉 通常为北冬瓜肉 都是 对 知道啊 这个都知道吧 大家 我以前是真的很喜欢吃冬瓜肉 但是现在有点 有点不太 啊 我带你尝一下 你太做作了 你要一块吃下去 我 我要 就是一口冬瓜肉 然后就一口米饭 好吃 嗯 这个真的挺好吃 像厂一块子的 嗯 厂一个瘦 这个很入味 它有汤汁 好吃 把这种葱香味 都进去了 好 哪一个 对对对 对对 这 上面有一张月饼吗 对对 所以来介绍一下 所以来介绍一下 是江苏省苏州市的一种 传统名店 被处于苏氏高原 其次则带回 中文江苏 再贤贤的豆沙了 传说是南宗市苏州版 景位韩世中的韩家军出身 古武将士二世的 高少有定射两次 后背称为定身高 好 嗯 不一步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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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可以 快快快快 味道好极了 啊 它这个又 绿豆糕的外表 然后裹了一个 就是蛋黄肉松 农井茶酥的热味 农井茶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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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技能 标志产品 农井茶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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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吃 这个 不腻 然后确实有 茶酱味 所以你看一个地方的 食物 其实就代表了一个 地方的一个 地方的一个 吊吊 文化 我们在成都吃的那些 都是重油 重味的 特别辣 又代表了一个地方的 特色 文化 文化 看杭州的就是 以这种 糕点为主 不是跟这个地方的 气候的关系 比如说成都这种 需要调食 需要吃些辣的东西 所以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是什么 藕粉 因为重点 来吃外面 会 吃到藕粉吗 会啊 我奶奶以前很喜欢喝藕粉 好了 这种不对 藕粉不是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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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不是粘稠的呀 你们是不是买错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像清康寡水的东西 那样 没有买错啊 幸福偶粉啊 不会 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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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头戏 第二遍 第二遍 刚重头戏失败了 我们换了一个 准备 换了一个 能让我们成功的准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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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昨天也是这样吗 我昨天是直接放热水刚 convergence 它确实还是这个样子 嗯 这是 我本就是今天用冷水 中午干个咖喱 那你昨天又不就 我昨天直接用热水 但是昨天直接加热水 嗯 咖喱 就直接加热水就好了 观众朋友们直接加热水就好了 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下 到底先冲冷水好的 还是先冲热水好的 好了 吃茶这好喝 它就有桂花的香芹 嗯 好啊 今天你那个杭州的好吃的感觉如何 嗯 我觉得挺好的 跟我印象中的杭州很像 就是整个整个的感觉都是比较 淡淡然然后比较的 怎么说呢有一股 清清香的感觉 非常地清新 昨天晚上地游西湖 嗯 感受不了 很好啊 很漂亮 然后西湖也特别的空旷 因为昨天晚上去的时候 已经没有游客了 就是很舒服 然后又很凉爽 然后还有微风吹过来 然后湖旁边就有椅子 你就可以坐在椅子上面 然后看湖 你可以借着月光可以看到 湖面被微风吹的 有一些 有一些 波光灵灵的感觉 很漂亮 嗯 是一个很 很适合 居住的城市 哎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美好的时光 就是短暂的 让我们 期待下一次见面吧 拜拜